其实我觉得清雄老师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他比较不会随着市场的气氛去起舞 那清雄老师的字卡其实也是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就交了 然后当我放假期间在读清雄老师的字卡的时候 我就想清雄老师认为股价 就是鸿海的股价似乎有点委屈 看起来有机会在这边呈现一个 打底的一个趋势 果然礼拜一鸿海股价就大涨了 涨了将近3%左右吧 不过一天涨还好了 很多投资人希望他涨30% 我觉得有没有机会涨30% 我觉得还是要来自于鸿海 他在产业面的耕耘 那鸿海这几年很积极的往电动车 那预计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些开花成 开花结果的一个成果出来 那另外这段时间大家炒的这个伺服器产业 其实大家也不要小看鸿海在伺服器产业的竞争力 他基本上他如果说他是第二名 没有人敢说他是第一名 所以这个部分鸿海有他一定的 在伺服器产业的竞争优势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鸿海在伺服器上面的表现 其实让人蛮讶异的 大家都以为说广达的股价超越了鸿海 主要是因为广达在伺服器的业绩出货强强棍 没想到真正的霸主是鸿海 而且秀华老师因为我看到你的字卡之后 我又去做了功课 坦白说我也不是鸿海长期的小股东 所以真的去做了功课 鸿海说 他们在美国伺服器是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产线 没有人可以跟他们拼 对啊 就是这是鸿海的优势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当初会有电子五哥 是因为鸿海变成皇帝 下面只要扶植一些大阿哥 二阿哥跟三阿哥 基本上鸿海在这个代工制造这一块 真的是台湾最强的一家企业 那这张图是全球伺服器的一个市占率 其实鸿海是高达43% 广达是17% 伪创是14% 那音乐达是12.8% 那另外像神达是1.8 技嘉是1.5 然后人宝是0.6 合硕是0.2 所以其实就伺服器的市占率来看的话 其实鸿海是相对的较高 而且是高非常多 但是为什么现在的这个股价是广达比较强 然后伪创比较强 甚至音乐达最近也在动 是因为其实是来自于鸿海这个航空母舰 低级业外吗 太大了 一方面业外的损失 另外它的航空母舰太大了 所以基本上其实伺服器占营收的比重 其实目前看起来 其实这张图其实是不同公司伺服器占营收的比重 然后深蓝色的是伺服器占营收的比重 然后浅蓝色的是伺服器中 又有多少是跟资料中心有关的 那比如说广达来讲 它100块的营收中 31块是来自于伺服器 那伺服器的营收中 又高达90%是来自于资料中心 所以看起来是蛮纯的一档 这个伺服器 而且又跟资料中心有关的一档代工厂 那伪创呢 100块的营收中 有36块是来自于伺服器 那这36块营收中 又有83%是来自于资料中心 那但是鸿海 其实100块营收中 只有17块是来自于伺服器 那其中这17块中 也只有30%是来自于资料中心 所以这看起来就 就目前的这个 对营收的贡献来讲 其实鸿海确实是少了一点 嗯 理解 所以呢如果大家对于 AI伺服器这块有兴趣的话 感觉上好像还是 左边这三家公司比较纯 但是这个上面是过去嘛 现在鸿海对于 那个伺服器的营收的贡献 甚至资料中心 对营收的贡献没有这么大 不代表未来不会拉升 就是他未来要更努力更加油 以前鸿海也没在做手机 也没在做NB啊 但是他一进去之后 就把前面的这几个小阿哥给杀的 血流成河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广达伪创 他们有这个先进者的优势 可能有享受比较高的利润 但是哪一天鸿海又决定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不要小看啊 其实这一只大象 他能够呈现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 对产业的结构性的改变 好啦 就是说皇帝 我们绝对不能小看他 他这个家大业大 然后他有很多的资源 所以鸿海的未来 我们还是可以做持续的观察 不过观众朋友其实也很好奇啊 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家公司 是不是在股价上面 请倩尤老师给大家一些建议 包括这个合理价疯狂价等等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 因为台股我刚才提到说 很多的重要的权重股价 都来到了昂贵价是疯狂价 那其中有一个其实就是 刚才所提到这个伺服器 还跟AI有关的嘛 那计算合理企业价值的方式 有一种方式是透过 他最新一季的美股净值 喜欢刚刚分享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内容哦